为了帮助一个素不相识的病人来筹借医药费 大家能够做什么事情呢 我想大多数人能够想到的 无非是在自己能力范围所及的范围之内捐款或者捐物 或者说去亲身的帮助照顾病人 而在黑龙江城牡丹江市 有一个名叫孙万春的男子 他的做法让很多人万万没有想到 孙万春在当地一个县的统计局上班 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就是县里义工组织的成员 从2010年开始他参与组织捐助近百次 每年都要捐出上千元 2016年他们注意到了一个患有再生障碍性贫血的孩子 这个孩子名字叫小胖 他每个星期至少需要输血小板一次 而每次三千块钱 他的家里实在无法承受起这么多的医药费 去年春节小胖的病情突然加重 需要马上进行手术 这又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虽然说义工们先后募捐了十来万元 还举行了一场议演 可募集到的资金还是付不起手术费 这个时候孙万春想出一个办法 那就是把自己的房子卖了 帮小胖来筹点钱 孙万春家里可不是房子多得住不完呢 他名下其实只有一套房子 而且家里有老父亲需要善养 还有一个正在读高中的女儿 其实生活条件并不富裕 所以说很多人劝他三思而后行 也是啊 一套房子对于很多人来说 那是安身立命的家呀 小胖的家人听说孙万春要卖房子 也吓了一大跳 他们说呀 哟这非亲非故的 这样的捐赠实在太重了 我们承受不起 如果说你要卖房子 那我们不治了 孙万春怎么说了呢 他说房子不是唯一的 以后可以再买 但是人的生命宝贵 失去了抢救机会 人就没有了 他一方面做小胖家人的工作 另外一方面还要做老父亲和女儿的工作 孙万春多次劝说 还给父亲和女儿写了一封长信 那终于是得到了家人的支持 他这套房子总共卖了20万元 全部捐给了小胖 为了不影响女儿高考 孙万春还跟买家订了一个协议 这买家同意他和女儿继续住一段时间 直到高考结束 值得欣慰的是呢 小胖的骨髓移植手术非常成功 现在呢 已经可以不定期的到医院去接受治疗了 孙万春说啊 当时呢很多人都劝我要慎重 可是如果大家都这么想的话 那就没有人会去做这样的事情 而没有人做的事情我来做 我是个义工 我要救这个孩子 这样做我觉得是值的 生命是无价的 必须要给孙万春点个大大的赞 另外呢 我们也希望好人有好报 希望有好心人能够给他们一家人 一个大大的优惠 让他们能够再去买一套属于他们的房子